在娱乐圈中,童星往往备受关注,从四岁就展露头角的法国最美女孩。如今已经16岁了。四岁开始就成为模特的她。如今究竟变成什么样子呢?Zylin Blondo从小就对模特这份工作有着极大的兴趣。 从一开始的凹造型走台步,慢慢的成长为一名专业的模特。2016年首次出征坎城影展的红坎。这张熟悉的最美女孩的面孔更让人看到了一个竹梦女孩的坚实。 长大后的Zylin Blondo更加有女人味。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面对媒体的拍照,她更是得心应手。非常懂得如何在镜头前展现自己。如今这一切的成功都源于自己的努力和多年吸引的经验。 这位从小有着天使面孔的小女孩注定不平凡。四岁的她就登上了高级时装秀的梯台。成为法国时尚大师Jean Paul Gaudet的御用童星模特。 十岁开始,这张天使般的面孔就出现在各种广告中。成为颇有名气的童星。真正让Zylin Blondo在时尚界打开局面的还是一组为Voe拍摄的写真。 照片中的她戴住名费的珠宝。穿着成熟的高跟鞋。这一切让这个只有十岁的小女孩一名惊人。Zylin Blondo表现力和投入性让更多的摄影师和设计师爱上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她就像一颗夺目的宝石。充满无限潜力。如今十六岁的她拿下了无数代言和广告。 这张精致的面孔和水汪汪的大眼睛依然夺人眼球。 多年的磨练让Zylin Blondo更懂得如何表现自己。这位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姑娘更有一股力量让人着迷。 四岁成名的她更是许多童心的榜样。Zylin Blondo没有因为自己的天生力值就放弃努力。而是用自己的拼火打下一片天地。这样努力又漂亮的女孩。没有理由不成功。如果你也被这位最美女孩吸引。快点点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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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